大家看 没有出现 什么都不是 甚至于不是我们那个图片的局部 因为我们那个图片是绿色的 甚至于不是局部 那我们看看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那我们当然就要来看这个itml了 form xml form xml 在form xml的时候 他会说 任何一个imagine这个tug 他想到了你要用图片 任何一个这个 因为图片下载是要耗时的 他不敢保证会用好 你知道吧 会显示一个什么呢 会显示一个标准的这样一个覆盖图片 直到你自己来实现 来替代你那个原来的那个图片 就他会显示一个覆盖图片 只是一个图 这个说白了 他就放了一个图像站位 幅在这个地方 表示这应该有一个图而已 所以他怎么样想到 那么我们先想一下 他为什么这样 他为什么不直接给我把这个图加载过来啊 他怕网络不行加载过来 对啊 他怕网络啊 或者怕比方说 飞翼不操作啊 这些内容 所以他就放这样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加载它呢 我们就要看到下面这个方法了 在这里就有两个参数 一个叫HTMLImageGator 我猜这个名字就叫什么图片得到 第二个叫什么TagHandler 就叫什么呢 标签处理 标签处理 那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 你看 他说NL任何的这个ImageTag 在HTML里面 就可以被这个ImageGator来指定 我们就了解了 那么ImageGator我们上面说了 是个接口是个接口 另外 我们的 用TagHandler去执行未知的Tag 就未知的 当我们HTML里面出现一些未知的Tag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TagHandler 比方说 什么叫未知Tag 定一个 Thombing 这个就叫未知标签 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 什么都不处理的话 好像当作没处理 对不对 什么都没管 但是它还是显示了 但是它只是当作没有处理的内容 也就是说它没认这个标签 没认这个标签 然后 那么所以 我们现在就要改 改吧改吧了 我们要改成什么呢 要去实现这样两个接口 首先我们来解决这个接口的问题 这个接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里面有什么方法 有一个GetJoyable这样一个方法 那我们就很容易去理解了 好我们来做一个 这个叫什么 Imagicator是吧 OK Imagicator 我定一个Imagicator 这样一个对 一个实例 又一个 HTML Imagicator 这个大家注意啊 这是个接口 接口我们按说是不能这样定义的 对不对 接口哪能去 去直接给它实例呢 对不对 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好像我们只看后面 我们就想到我们以前 匿名的内部类 对 实际上这是实现了这个接口的一个类 这样一个意思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一下 Sauce 这个Sauce的话 从哪里得到呢 我们就可以 实际上这个Sauce就是 就是我们这块的内容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参数介绍 会被调用 解析 它会去解析 Imagic这个tug 然后把这个Sauce给你传进来 把这个Sauce给你传进来 Sauce参数是这个Stream formSRC 对不对 formSRC 然后 ReturnValue should be 就是返回的值 必须是一个Drable 这样一个对象 或者你可以返回一个Num 或者返回一个Num 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 Bitmap 我们用一个Bitmap 或者用Bitmap Drable 是不是可以用CreateBitmap 从网络建立一个网络流 对不对 这个 建立一个图片流嘛 但是我不用这种方法 因为我们用这种方法 我们还要处理逆步的问题 因为我现在 这图片在那里去搞它 也没什么意思 对不对 我们就玩我们之前最简单的 我们先定一个 Bitmap Drable Return Drable 这样一个对象 等于什么呢 GetResource Get Drable 哪一个呢 R.id Drable Name 这个图标 转换一下 Bitmap 那你这不转换也行啊 然后把它返回回去 但我这里定一下 如果Source不等于那么少 就执行下面这个内容 只要RSC里面有这个值 看我们说RSC里面用的多平凡啊 运行一下 它就运了 我还没用到它 我只把定义起来了 好 我们下面是不是就要把它用上来 用上来的话 就需要这个地方还有点长 我们在这个后面 加上两个参数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叫ImageGator 第二个我还没有玩它 就设置一个Long就好了 OK 参与形象 忘了一件事情 大家看 现在图标不是没有 连覆盖图标都没了吗 还记不记得我们昨天说了 那个Drable 必须要设的属性是什么 昨天我们讲过的 官方要求 Joybo必须要设一个属性 Bound 忘了吧 这么快忘了 回去再一起看一下视频 OK 这个Joybo对象 我们得到了它之后 我们设置一下它的这个Bound SetBound 左边是0 上面也是0 这个地方大家就注意了 我以前都是设置的实际的值 对不对 我现在实际上 我应该去设置它的宽度 高度 这些那种 对不对 那好 那我们实际上 Joybo对象 有一个叫 Get Intrinsic Get Get Intrinsic Wise 和Get Intrinsic Hit 就是得到它的原始高度 和宽度 OK 我们给它设置好Bound 我们再给它进行返回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现在流行 现在又到年中了 大家又开始玩表演魔术的活动了 很多人都在学习专业魔术 是不是这个图表就打出来了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 这样子如果大家显示 觉得怪怪的 还不习惯 我们试着把这个字缩小一点 我们这个字先不给它设置这么大了 我们把它放在一横去争取 给它设置12的吧 然后我们的那个 HTML 把它给嵌到文字中间去 切到文字中间去 再运行一下 看到没有 这个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 当然我们可以设置一下 它的这些padding 这些其实我们这些padding 我们都可以玩一天秒去设置 好 我们离我们的 离我们这个界面又更近了一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该怎么说了 下面我们要解决的就是它了 对不对 要解决的就是它了 怎么去解决它呢 我们想起来还有一个对象还没用呢 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 tug handler tug handler 那么同理我们考虑一下这个tug handler 它这里面要实现的是一个什么方法呢 是去调用这个tug 去执行这个tug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稍微要麻烦一点 这个是它的这样一个输出值 到时候你在这个地方处理的时候 它的一个输出值叫output嘛 这个是什么 用xml reader去解析一下我们的这个tug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参数 它的一个介绍 它说这个会用到itml的一个解析器对不对 一个解析器 所以需要去稍微解析一点 它的这个介绍不是特别详细 参数的介绍不是特别详细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 这个它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tug handler 它会在我们的每次 它都会去调用 就是它每遇到 相当于它来分析我们的这个了 来分析我们的这个 就是分析我们tml一样 它会一个一个的去读 一个一个的去读 然后直到读到你这个 就是它连这些都要读 你不要认为它只读你的 no 所以这个跟它定义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给大家打一下 我们用toast 打一个tug 打一个两秒 稍微短一点 我们把这个handle的传进去 我个人认为它这个设计不是特别好 如果我设计我 我不会把这样给它设计 看开始打了 从achml开始 imagine 然后后面是sandy 还要打上帝的结尾 然后这个buddy的结尾 和achml的结尾 看到没有 所以从这种情况 我们是 如果我们要去解析 我们是不是就是判断呢 判断一下 对不对 就这样子来判断 但是它这样子 其实跟它官方的这个说明和定义 就不一样了 官方明明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是去处理不可识别的 unknown的tugs 但是意义上 它全部都要去看一遍 要我就不会这样子来做 要我就不会这样来做 要我就直接 我会怎么样来设计 第一 这个tug应该传一个tug数组 应该传一个string这样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就是我这里头 凡是html不认的标签 按照测去给我传过来 然后每个数组在这里面 去定义到一个事件 事件处理的这样一个监听 监听的这样一个数组 然后把它们依对 然后在那个监听里面 去设置你的一个触发操作 我会这样来做 而且实际上 你直接给它一个click事件就可以了 实际上我们textview上面 你想有一个link 你除了click你还能干嘛 对不对 无非就是短click和longclick 长click的区别 长按 好 那么 事实上官方这点定义的不是特别准确 而且它在这一块 看到没有 参数提供的也不够详尽 是不是 因为它提供了另一种方式让我们去做 不是这种方式 但是那种方式 实际实现方式也是用的这个itml 那么这里我问一个小问题 刚才为什么他会去打itml这些内容 我们明明没有去定义itml这个标签 还有什么body 嗯 我们没有定义啊 你默认的里边他那个就是放了一些去tml的东西 主要原因在于什么 确确实实他自己把它加了 他加了这些itml 把它拼成了一个网页 对啊 他为什么要加成这样子 因为这个过程 这个itml的解析器不是他写的 他是用的标准的 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他为了让他们识别 他必须要补权嘛 你看我们google又去拿来主意了 所以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如果以后我们来设计这些框架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你也可以这样做 对不对 我就没必要我自己再去画了 对不对 我甚至于什么呢 我去搞itml5的这个解析 直接flash什么玩意儿 都可以往上掰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去 既然这个我们觉得还不够爽 我们还有一套更灵活的机制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text下面有很多好玩 它还提供了不少工具类给我们 看一下text还有格式啊 还有方法 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的spine 有很多的spine 那么 那么实际上 在我们这里面 我们的google提供了一个spinable 这样的一个方法给我们 spinable这样的一个类 这样的一个类给我们 那这个类的话 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一块 把我们的这个内容 我们说了我们这个text6里面 是不是一个char second char second 就是我们的字符速度 这个字符速度 它可以给我们弄成一段一段的 把它拼起来 弄成一段一段的把它拼起来 那每一段 你都可以拼不同的内容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下面的一个实现 这个我先给它 先给它注销掉 好 注释掉 这两个我暂时也先不用它了 image我也先不用它了 也给它先注释掉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东西要一样 这个要一样 text6里面 这个对象我们是需要的 那么现在我们先不用这个 shtml 这些内容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猜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 让我们看着比较OK的 那我们要重新去给它 设置这样一些值 那么我还是通过set吧 set 我们先知道 便需要再给它 两个数据 nie 有一点 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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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